今天的早餐煮 泡菜豬肉烏冬 我更喜歡在Donkey買這些一盒的豚肉 我覺得都挺划算 因為其實它每一盒裡面的肉都有很多 這一盒不知道是不是30元左右 你不要預料它真的很好很好吃 但起碼你有時早上起床想煮早餐的話 可以在冰櫃拿一包出來溶雪也挺方便 今天會用到的泡菜 烏冬落這個堅魚汁 會想到有泡菜豬肉這個煮法 其實是因為這隻泡菜我們很喜歡吃的 它本身是偏甜的 但不知為何每一次它開了大概一個星期左右 它就會突然間變得很酸 總之當它變了酸的時候 劉家衛就會完全不吃它 沒有理由這麼大瓶浪費了它 之後我就想到可以拿它來炒豬肉 牛肉 因為在炒的過程中 我可以加少許糖 讓它的感覺沒有那麼酸 今天有點失手 好像太鹹了 浸湯吃 沒事的 來 這包玄米茶非常好喝 因為它除了茶包之外 裡面還有少許抹茶粉 所以大家看到我剛剛倒了少許粉 這隻真的非常香 冬天夏天我都很喜歡喝 這包也是在Donkey買的 好像可以拍一個Donkey好物推介 這幾天的天氣都是保持著勁音 再加上真的很冷 令到人家整個行動力都超低 早起床我都只是想睡在床上 其實這幾天我都應該要剪片 但我一直都拖拖拖拖拖 今天主要都是留在家裡剪片 最近如果盡量做得到不用外出的話 我也盡量不外出 不外出我就沒有洗頭 好像昨晚我都沒有洗頭 但大家看到我頭也不黏 而且還是很蓬鬆 最近我的hair product 就是用韓國人氣香薰品牌 Panana 他們在韓國和台灣都很受歡迎 他們叫做香薰品牌 當然就是他們的產品 那一陣味道是很吸引人的 之前我也有經常看到 不同的youtuber介紹 他們說到他們的產品很香 我也很想試一下 這次很開心 終於有機會跟他們合作了 我收到他們的產品 我都大概用了半個月左右 我都真心是覺得不錯的 所以就想分享給大家 首先我想跟大家說他們的護髮油 他們TOTO是有七種香味的 市面上應該就沒有其他brand 是有他們那麼多種香氣給大家選擇 我這次TOTO就是試了三種味 我試了這款嬰兒蛇香 花樣白蛇香 和香脈小瘡 我自己最喜歡就是Baby Musk這一款 這一款它是有些類似爽身粉的味道 我有少少覺得它是有一點點像Chanel No.5 那支香水 當然它就不會有No.5的味道那麼濃 它是清淡一點 和它自然一點 總之聞上去的味道很舒服 用了這支味的洗頭水護法素 再加發尾油 洗澡後睡在床上 都會聞到自己的頭髮 有少少很淡的爽身粉味 是很舒服 令到整個人很放鬆 好像睡在床上 有一種是睡在雲上 輕飄飄的感覺 我第一天用它的時候 Gary都已經說是好像一陣寶寶味一樣 因為它和我是用同一支洗頭水的 所以它現在都用完這支洗頭水之後 我整天晚上睡覺都會捉住它的頭 在狂索那陣味 因為真的很舒服 它這支髮尾油的質地都挺柔質的 用完之後都會很乾爽 完全不會有黏黏黏的感覺 我平時又喜歡在頭髮半濕的時候用 即是在吹頭前先抹乾頭 然後擠一點出來 塗在髮尾後再吹頭 用完它之後 真的覺得頭髮不止香 還要很順滑 因為它用起來真的一點都不黏 所以有時我夾完頭髮之後 我都會擠一點把它塗在髮尾上 這樣可以令頭髮看上去更加有光澤感 而且沒有那麼傷頭髮 這支香味 Baby Musk 認住它真的 我真的超級無敵推薦給大家 如果大家跟我一樣都很喜歡一些 BB味有爽身粉的味道的話 你一定要試一下它 真的很舒服的用緣 給大家看看我們之前畫過一幅流體畫 有一幅我就放了在這個櫃上面 其實就這樣放在這幅畫都挺漂亮的 不過我真的嫌它的顏色有點太鮮 即不是我想像中那些很和諧的beige color 但就這樣放在這其實都挺漂亮的 另一幅這個製成品是這樣的 看上去看得出當時的顏料是完全不是扭體 即是好像一塊塊放在這裏 所以這幅我應該真的會做過 而且這顏色也真的跟牆壁很不搭 之前我跟大家說過我會拍一條年度總結 結果一直拖拖拖到現在都沒有拍到 所以剛剛想想一下 反正都開了一條影片 就跟大家做一個年度小總結 讓我看看要從何說起 我其實是上回自己的IG 讓我看看去年究竟發生過甚麼事 我覺得去年總括而言 對我自己來說 最大的事就是 我總共考了四個瑜伽相關的牌 是由六月份開始非常密集地上課 其實最初我真的只想在六月上一個 200小時的Hava Yoga TT課程 我妹妹很早已經考了瑜伽牌 也是考了空中瑜伽牌 她現在應該有很多個牌 而且她又開了自己的studio 對我來說真的很老實地說 我覺得考多一個瑜伽牌 可能都是另外一條出路 因為說真的 真的沒有人知道我們做這一行 可以做多久 可能到之後真的沒有工作 沒有工作 拿起手起碼我都有一個瑜伽牌 我可以去教瑜伽 當初其實都真的有抱著這種心態 所以就去了上個200小時的課程 那時候其實都真的很瘋 因為我知道瑜伽牌是六月開始上課 上課的時間是由早上11點上到下午6點 其實時間真的很長 而我都很清楚知道是7月的時候 就會有歐國杯 就是我勾回主持那邊 就要做一個歐國杯的賽事 說得歐國杯 大家都知道是跟歐洲的時間 有時真的早上6點才下班 雖然我已經是搬到一個跟公司很近的地方 但去到睡覺的時候其實都7點半 那時候是逢星期三 有時連星期五都是11點要上課 那時候真的覺得自己好像在挑戰人體極限 不過就都熬過了 完了這個TTC 在這個TTC的過程當中 其實我很開心 有一班很好的同學 MISS也很好 還有我真的在瑜伽這行運動上 找到樂趣 我也沒想到開發了某些潛能 那個時候MISS說她會開瑜伽論的TTC 那我又一班同學一唯一唯讀了 當然瑜伽論的TTC沒有這麼多個小時 好像就是2個星期 其實就不同的TTC 其實中算都不同 上完瑜伽論之後 就到了MISS expected 她會開賣Airio空中瑜伽的TTC 我覺得好像今年已經考了兩個排 考完這就厲害了 我於是考了Aerial的TT 很瘋啊 所以那時候你看到我12月的節奏 是除了Aerial的TT之外 我是再連一個縱撥的課程 而縱撥的課程其實都不是說上了很久 都是上了一個月 但是就一個星期一堂 每堂兩三個小時左右 縱撥這件事都是因為 我在Half Ioga的時候有接觸過 我覺得其實蠻特別的 還有我也有覺得 如果我之後真的是教班的話 我可以在課堂裡面融入了縱撥這件事 就可以好像令到整件事完整 所以上年我是一共完成了4個TTC的課程 說得好像很長氣 這件事其實在我身上是很匪夷所思的 因為我是一個很難很難的人 好像說考200TTC這件事 我是講了兩年 今年真的我妹妹有幫忙踢一踢我 就是她不斷地傳一些資料給我 還有以往我不知道大家會不會很喜歡 每一年年尾 都會在IG上出個post 回顧一下自己那些做過什麼 又或者是我下年一定要怎樣怎樣 那我就是因為之前那兩年 每一年的總結都是覺得今年好像沒有做過什麼 再加上疫情問題 我覺得這兩年好像浪費了很多很多時間 也是激起了我那種心態 覺得不可以再繼續這樣下去了 好像真的浪費了整個人生 整個青春 所以我才會低起心 去打算完成考瑜伽牌這件事 好像是對自己的2021年有個交代 結果是超額完成 所以這件事其實我都頗開心 講一下突然間覺得很餓 這條片好像chit chat片 還有12月現在想起我也是完成了一件不可能的任務 就是我拍了Vlogmas 其實那時為什麼會開始這件事 我也不知道 可能真的有關到下半年度 我已經是沖開了 覺得自己不好勤力 就想著反正都是做了這麼多 不欠了這件事 一年最後一個月試了 結果就開展了Vlogmas 那時我記得有觀眾在下面留言說 怎樣可以令到自己有這麼多動力去做這麼多事 其實這個問題我那時都想了很久 我不知道怎樣回覆 其實回想起來 我根本就不是那些很勤力的人 我是一個舒適型 如果假設沒什麼做的話 我可以選擇的話我會選擇糖瓶 就是我什麼都不會做 我想其實最主要是你要踏出你的第一步 只要你踏出了第一步 你可能先做了一點點東西 然後你感覺到做完那件事 原來是可以令到你整個人很有成功感 或者是令到你的人生好像有一點點轉變 覺得自己好像重拾一些向前的動力 之後你就會有更加大的動力去完成其他東西 另一個原因我覺得可能都關於疫情的事 可能疫情第一年的時候 大家就有點不太習慣 或者會覺得很快結束 可能之後就沒事了 但到了第二年 你發學其實都是差不多 都是去不了旅行 來到現在這個時刻 只是差不多無限循環 你會發現這兩年多 好像是一路原地踏步 整個人生都好像停了在某一個位置 所以那時候我就是覺得 好像不可以繼續這樣下去 例如考瑜伽牌這件事 我講了這麼多年 今年真的踏出了一步 是去考第一個 結果我就考了二三四個了 今年我其實都還在考第五個 其實我是佈了一個Deepstretching的TTC 上了幾課之後現在就停了 唉 希望大家如果有看到我這條片的話 都叫給到一些動力 其實Vlogmas我都有經常看大家的留言 我又見到其實都有人說 見到我這麼勤力 一天做這麼多東西 令到你們都會有動力一點 其實我很開心的 起碼好像我做的事 真的有正面影響到大家 如果你有什麼想做的話 你就儘管去做 只要你肯踏出第一步 其實你之後那條路 沒有你想像中那麼難走 不要讓這個疫情 令到自己不斷地在原地踏步 很長戲 我說了很厲害 我都由天光趕到天黑 現在我就剪了一段影片 然後應該等Gary回來 就煮晚上那一頓吃飯了 突然想起剛剛跟大家說完 那麼多鼓勵性的說話 就好像在片頭的時候 先跟大家說完這幾天的天氣很冷 令到我整個人都很懶 什麼都不想做 所以我現在要去做事了 來到晚餐的時間了 因為這幾天天氣真的太冷了 所以我由昨晚已經想過了 今天我是想做大醬湯的 我有上youtube認真看過很多 之前都有煮過的 有很多不同的煮法 總之不同人教就會有不同的煮法 有些人就會下牛肉 有些人會下豬肉 有些人會下海鮮 我今天這個劇 會是牛肉再加海鮮 因為我個人比較擔心一點 所以我就叫我Gary放工的時候 去街市買了一些蜆回來 我現在就已經把它吐沙了 現在先處理其他食材 讓我把它們先切好 我們現在先來處理大醬 因為我今天找這個做法 是另外要炒一炒大醬和辣椒醬 我看到有些做法是先煮一個湯 然後再加大醬和辣椒醬 但是因為我這一款 就是要加糯米粉 取代洗米水 可以令這個湯稠稠稠稠的 因為我之前沒試過 所以這次就打算試試用糯米粉 但是別人這個食譜 其實是有下蔥的 但是因為我們家裡沒有蔥的關係 所以我就只加了蒜 再加點水 我會把我找到的這個食譜 放在下面info box 我一向煮食都是隨心的 我答不到給大家聽我的份量是多少 其實不知道會不會太多 我可以先拔起它一些 先拔起一半 等待煮完之後 覺得味道不夠 才再加這個大醬 哇 超足料 Yeah 吃飯 比之前煮的濃度一點 因為之前有一次煮完之後 是稀稀稀稀的 這個湯很好喝 我覺得用這個方法煮 就是我剛剛說加了 糯米粉 好像會令湯稠稠 我剛剛吹完頭 大家看到我的頭髮都很順滑 和很蓬鬆 其實Perlana除了護髮油之外 他們的洗頭水都很有名 我多數會是洗頭水 再加護髮素一起用 我用了一陣子之後 發現如果是選同一種味道 持續的使用 那種香味是會更加持久的 而這款洗頭水的成分 是有蛋白質和氨基酸複合物 可以充分補充到受損頭髮流失的蛋白質 和令到我們的頭髮健康一些 因為香港的天氣又濕又黏 頭頂經常都很容易會變塌塌 但你看我用完Perlana之後 我的頭頂的頭髮都很蓬鬆 而且還很香 他們的洗頭水是無值的 而且記得要用護髮素 像我這些經常漂頭髮 染頭髮的人 髮尾都會比較乾的 所以洗頭的時候 我是沒有可能不跟護髮素去用的 他們的護髮素是以PH5.5藥酸性為基礎 達到頭皮油水分平衡 等頭髮洗完之後 都是很順滑 髮尾都完全不會打擊 另外也想跟大家介紹多兩種味 就有這支花羊白蛇香 這款味道其實聞起來很香 是跟Baby Mask有一點點相似的 但它就再多了一種花香味 如果說Baby Mask是一種BB味的話 我覺得它就是BB長大了之後變成女神的感覺 它這支味道不是很強的花香味 我覺得是有點高貴感 但是不難接近 如果你在街上看到旁邊的女神 走過飄過了這支味道 你是會想回頭看她多一眼 又或者如果你自己用完這支味道 你是會感覺到在街上走到有風的狀態 另外再跟大家介紹多一支味道 就是這一款香尼小瘡蘭 這一款味道是比較fresh的 你是會聞到有一陣花香 再加英國梨 有些小清新的味道 真的很香啊 它就跟Jomalong英國梨 與小瘡蘭的那支味 是有一點點相似的 我自己也有那支味 所以聽說它也是很受歡迎的 如果你都很喜歡Jomalong的那支味的話 你一定要試一下這支 真的很香的 說到這麼久 大家是不是都很想試一下Banana的產品 想聞一下它的味道呢 現在就有一個Aiena Set的優惠 超級划算 這個Sat裡面將會有四件產品 分別就是會有洗髮露 沐浴乳 護髮油 以及身體頭髮噴目 再會送一套洗髮露體驗套裝給你 那麼多東西加上原價是580元 現在有一個Aiena專屬優惠 就只需要388元 如果大家都有興趣試一下的話 就可以去下面info box 就會有詳情 如果你們試完之後 就可以告訴我 你們最喜歡哪一支味道 會不會跟我一樣都是喜歡Baby Mask 還是你們有其他心水呢 都可以跟我分享一下 今天這條片就到這裡為止 如果大家喜歡的話 記得給個like 和subscribe我的channel 也可以follow我的instagram 記得按下youtube旁邊的鐘仔 如果我有新片出的話 就會第一時間通知你了 那我們下一條片再見 拜拜